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家以前也是开染坊的 那他们家染布品质 就直接在他们家的牌楼上面了 其实就是说 其实以前人他在着重在染布上的品质是很重要的 在三峡老街上 项链不断的红砖拱狼 依稀可见斑驳的染坊字号 不难想象当年染布业的盛况 但随着化学染料的诞生 三峡的蓝染工艺 从视为到消失将近八十多年 因为这块布有最最细 所以他才能做出这个灵性的效果 他是三峡永文化协进会的总干事刘美玲 1997年开始进入协会工作 身为在地人的刘美玲 参与了寻找蓝染的整个过程 也认识了家乡失传的珍贵工艺 它是一缸碎 你搅拌的话 它的味道就会湿出来 比较不会就是说一般人家不是都有早气 其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搅拌 其实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这个图就是用我用特别的一种胶带贴的 然后去染 染完之后我就把那个胶带撕下来 因为那个胶带它有防染的效果 这群爱土地爱故乡的三峡人 让蓝染成为三峡的代名词 这段重建蓝染文化的历史 也是在地精神最好的展现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刘美玲 一起走进三峡的蓝染世界 在今天我们今天前面台湾的 介绍这位主角 刚刚大家在影片当中也看到 就是三角永文化协进会的总干事 刘美玲 美玲姐好 你好 玉玲你好 因为我先解释一下三角永是什么意思 三角永是以前三峡的旧地名 台语叫萨戈印 萨戈印 那是因为三条溪汇集而成 一个沙洲的样子 那三条溪就是大汉溪 横溪 还有三峡河 像美玲姐的身上穿的这些就是 对 我们讲蓝染的时候 大家会直接想到就是那个样子 我想大家从小到来 可能脑海中都有这种 阿嬷穿的衣服 所以我们从成品回推好了 台湾其实有种这种叫做染料植物 就是女生在旁边 对 国语叫马兰 那白语就叫大漆 大漆 对 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好眼熟哦 对 其实它也是板兰根 它是要用植物也是染布植物 所以它是板兰根 那它好种吗 它很好种 它不就是种在山里吗 大概它的环境是在溪沟旁边 就是说山上的那个溪沟旁边 它需要水分多 但是必须要是遮阳 遮阳的环境都是适合它的 你真的没有想到说它这样这么一盆绿色植物 它可以到最后变成我们身上看到的这样的蓝 我们来看整个就是说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染料植物到最后能够把它产生出这样的颜色来 它的工序其实非常的繁复 对 而且很长时间 对 所以如果最快以我们目前下在做的话最快要一个礼拜左右 你说一个礼拜到什么程度 一个礼拜的话是做到一层原料 就是染布的原料 OK 我们先看这个 就是植物来了以后先要准备好 我们把它先浸泡在水里面 泡要泡个几十个小时 如果看气候温度 如果今天天气很热 如果像假如我今天一大早踩了 回来 我把它清洗过以后 我去浸泡 看明天的中午之前可能就必须要做打蓝的动作了 所以浸泡的话加石灰 因为这个蓝电树它会融在水里面 那我们会 绕不到 我们怎么抓怎么绕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就加石灰 那石灰它有重量有密度会把蓝电树成到铜底 那我们再取那个泥状的东西 就是蓝泥 对 这边也有带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染布的那个染料 那它的那个 真的有味道 对对对 我看网络上有人说 哇它觉得那个很像臭水沟的味道 可是我这样闻 它是炒的味道 其实我们有点习惯了其实不会觉得它不好喝 海鲜味 对 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原料而已 那我们染料的过程 可能在闻的过程会觉得它要比较 因为平常是我还要再加酒加糖 对 那原理是什么 原理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活菌 那酒的话 糖是让那个里面的活菌可以 就是让它的那个活动力更大 那酒的话它可以帮忙一支杂菌的发生 那也还可以帮助发酵 因为你是在地人嘛 对对我在地人 那三角用文化协计 它原本就是做一些像文史工作 对对对 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它变得是 开始做蓝染 也做蓝染 其实蓝染其实在我们协会 在文史资料的调查当中 它其实也是一个 里面其实是一项 只是说一直没有人去做它 因为大家不懂它的原因 那我们是刚好在 大概97年遇到国立台湾工艺研究所的马芬梅老师 我跟陈老师那时候跟着马老师到猫空去采蓝草 那去采蓝草的时候还很好笑 人家问我你们是去公所排来拔草的人吗 我说不是不是我们是来采蓝草的 那隔天因为老师还是需要有人帮忙 我们协会大概我还有我们一个陈明李老师 还有一个王书雅老师 那我就说我打电话给他们要不要去 好三个人就去帮忙老师打蓝草 就开始了我们的蓝染的这个整个后续到现在 人家蓝染这个过程 然后包括你自己去知道它的知识 诺耗 然后你自己也做了一个传承 你才更了解 原来三峡这个地方的家乡 是这么样富有这种人文特色 其实像我之前没有加入这个协会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三峡有什么 那人家问我三峡有什么 我也讲不出个衰 可是我因为加入了以后 慢慢听他们一些前辈在讲一些历史 讲一些故事 那我听听听 听久了就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协会是一群人 一群我们都 我们三峡的 本身也要认识一份啦 那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这样做很好 所以都开始了 现在到目前其实参与的人到现在 其实就出了比较年长的那个退休老师 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再帮忙 其实他们对这个也都很关心 其实它现在真的有点像是蓝染复兴了 包括它也变成了新北市一个光光的一个重点 就是新北市的蓝染节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透过影片来看 就是你们这一群在地女儿或在地媳妇 怎么样去推广蓝染 我现在这个是米酒 这个是米酒 那我现在就是再加一些那个葡萄糖下去 葡萄糖是帮助那个染疫 比较能够快速的那个渗透到纤维里面 然后它会有光泽 因为它有甜分 那我现在加下去的时候 本来那个这个泡沫有点灰灰的 那我现在加下去的时候它的营养就出来 会有带一点紫光 漂亮就是漂亮在这里 陈明里是三角勇协进会的资深成员 也是土生土长的三峡人 家中这一大缸染料已经成为它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美丽图案的布料都是靠这一缸染出来的艺术杰作 这一块布是我大概染了放了三年了 这是芽麻的 芽麻的布 芽麻的布它比较有光泽 陈明里每天都与蓝染为伍 把染好的布料缝制成各式各样的收纳包或作品 这是它最大的生活乐趣 快要变成宅女了 窝在家里就没有再踏出去外面 很少 大概有时候除了工房以外 大概一个礼拜看有没有出去两次 消失的蓝染 重回三峡绽放光芒 改变了三峡人的生活 也成为在地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足迹 尤其是我们本地人 这种的才有三峡的特色 这个一定要推广出去 所以光这一点 听他们这样子讲 应该就都够了啦 我们这些辛苦也应该是值得 我们都会跟客人讲一句话 好好的善待他 客人说我们会啦 你讲到当时在三峡有非常多的 染坊 这一本 写到上面 它上面有讲到 当时有10 超过10家的 这一本它写大概应该有27家左右 据他们自己的记录是说 他们是第一家染坊 嗯 那现在在老街上就没有人开染 对 这一家 那就是那个林茂新染坊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这间都完 它的外观都还完整的 这本书是他们家的 就是曾孙 把他们家的历史 就是他们家的软部历史 把它就是调查跟再把它写下来 嗯 对 那我们也就可以从这里面去当他的 就是一个月参考资料 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去三峡尝试 懒染这件事情啊 觉得最困难的就是 我不管缝啊 渣啊 我都无法预期它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就觉得为什么老师们可以这么厉害 因为老师们都多做 好 那像其实 这个是我第一次做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这一条里面呢就有包含了有缝跟渣的模式 像这个 第一次做就能够控制的这么好啊 这个还不算好啊 这是第一次的 这样哪算好 像这个的话就是用缝的 好 那那时候对于那种缝的方法还不是很了解 像这个也是缝的 那像这个 这个都是用缝的效果 这个就所谓的中国蝴蝶 在外国人来讲的话 我们像内地那边不是都有蝴蝶吗 这个开始做的蝴蝶 也就不像蝴蝶啊 也就是不像 对 跟我们后面比起来 是啊 那后面这边又后来是 那一部分的话是后来在跟日本老师学的 那个是所谓的蓝有蝉的模式 嗯 那蓝有蝉的模式就是蜡染再加型染的模式 目前台湾在做的机法有 绑、扎、缝、蜡 好 那其实它是蜡染的一个运用 其实我们也常常到工艺所去上课 那工艺所他们时常会聘请日本老师过来 那我们相对就从这样子也跟老师学习 但是我们只差的是语言不能通 但是久了以后用笔的都还可以了解 所以老师讲的是什么 像这一条石巾呢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是 它为什么可以是方的呢 因为这条围巾它的布纹 它的织法是比较松的 然后这块布呢 它的布料有垂垂性 那这块布它没有办法 你可以绑圆的没办法 它一定会变方的 所以我把它扎起来之后 它出来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菱形的样子 因为它还有一个布的织法 会影响到你的图案的呈现 但问题是我染一次拿起来后 它就能够呈现这个蓝吗 没有 你第一次染的话 它颜色是比较淡蓝 那你再染 第二次它会再加深 就是一次一次叠色上去 你染的次数越多 你的颜色越深 那台语有一句话叫作白白褐蜜到黑 这样想上一句 对台语就是一块很白的布 你把它染染染染到变黑的 那染染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那如果我们今天染的是化学染的话 你在什么染它还是蓝色 不只是说布 我刚刚有问到的就是材质 材质会影响到它效果的一个 会影响到效果 那因为如果说以现在的所谓的 麦露的那种布料的话 是不能染色 那染色的话一定都要天然纤维 那像棉啊 麻啊 丝都可以 那这种呢 提染 以前的人有这样子做吗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其实是困难的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皮革染色 其实它味道会更重 因为皮革它本身染的过程 对 现在没有了 但是没有了 因为它已经干燥了 但是它在撕的时候会有一点味道 会更重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其实不仅是说 你们还有像我们影片之前有看到 像陈明里小姐 你们就是一直都在投入 做这个蓝染复兴这件事情 你们也把它往下传承了 就是在学校里面 中文国小里面去推广这样的一个蓝染记忆 我们来看 就这样子 比如说一条线 或者是我要写个字 好 大小的大 我们可以写艺术一点 你看 当它蓝的温度够 报纸就会变成半透明 今天的蓝染课程 老师教授的是蓝染的技法 蓝染是一种古老的防染工艺 先用毛笔粘纳 在布料上构图写字 再进行染布的程序 等染剂定色之后 原本透明的图案或文字 就清晰可见了 子芸 对 打开一定要完全让它氧化 好 那滴下来的染衣 我们不要浪费 因为还可以再回去 打开这边用折起来 那没关系啊 你这样子啊 OK 像老师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氧化的时候记得 手的位置不要每次都抓那里 不然那里就会白白的 有没有 谁觉得自己的很棒 有 真的哦 最后一个程序 就是去蓝的煮飞过程 完成了去蓝 就可以等待风干之后的杰作 孩子们在蓝染课程中 玩得专心而开心 因为每一件蓝染作品 都是自己的宝贝 我就每次看到它 就是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是我四年级做的行染 然后因为我都舍不得用 所以我放在衣柜 我想把它留下来 中原国小把蓝染融入课程 从教育上为在地文化杂根 无形间也为消失的蓝染工艺 找到了传承的血脉 在学校规划里面 就将蓝染这样的特色 就是要融入到我们校园的课程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就建设了蓝钢 那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个 就是教学场所 还有展览的场所 最近纳入规划 所以这是一个 开始的时候就种下的一颗种子 慢慢让它成长发芽到现场 我们刚刚看到中原国小的小朋友 玩得蛮开心的 所以我们就也来给他一钢吧 好我们现在就是来 好紧张 所以要多久时间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只要做一个示范而已 它的绿比我想象的要翠绿耶 这样做 是光的关系吗 对你可以先拿起来 好现在就可以了 对它现在黄绿黄绿的 我以为是像植物的那种绿 不是它是黄绿的 你看它接触空气 你看上面那一层已经慢慢的变蓝色了 那因为下面的水分还比较多 所以它比较慢氧化 所以我们在染色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布弄干 先泡湿再去染色 它比较容易着色 OK 然后色差你看 全部已经变蓝了 很快耶 对 所以它需要的是空气中的氧 来帮它还原颜色 好那这样因为第一次嘛 所以它颜色是淡蓝色的 那如果我们重复做的话 再一样再来一分钟 也是一样它颜色会一次一次叠上去 所以我们就叠 对我们就可以看你想要再 一点点背可以再做一下 好 这样子 嗯 可以拿起来的 可以可以拿起来的 好 其实我们可以 只要一拿起来其实都还是绿 它还是绿的 它只要接触空气 就会变蓝色 它这个绿已经比刚刚深一些了 对 深一些了 你看有没有 颜色已经有渐渐了 哇 这就是平常大家可能比较 看到大家脑海当中 会有的那种蓝染的 有那种渐层吗 对对对 其实这样也是要花一番工夫呢 大概民众在我们那边 我们会一对一交 大概一个小时让他完成一个作品 这个男人好看耶 对 可是这个是可以预期的吗 其实我们是可以预期的啦 因为我们做久了都可以预期 但是一般民众接触第一次玩 他会觉得好有意思 所以这也算我的作品耶 可以啊可以啊 哪来用 对啊可以啊那你看等一下要不要再加深一层 抱过来吗 可以啊 我们静的时间短一点 短一点然后就淡色 嗯 慢慢试个三十秒后 然后他就会像那种清沉的感觉 可以了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可以 他就会淡淡的 他自己颜色就会淡淡 对 漂亮 是 自己看得这么好 所以啊 其实他会让你有成就感 对 他会让你有成就感 很好看 这样也很好看 我到平常时还没有省过 有做这个倒过来的省过 好吧 听你这么一说 又浮现了一种成就感 对啊 其实你看 他有一点就像这样 就有点像早上的晨屋那种 嗯 水又睡 就是早上 好看好看 那回去只要晾干眼或清洗就可以了 好 刚刚我们实际体验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的乐趣非常多 那我们还只是做了一个建成而已 对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其实文化协信会这边在三峡的中原国小 一直在推动 而且是每个年级的孩子 他们都会接触到懒染这件事情 对 我们先来看 这是孩子帮我们做的对不对 对 他们用蜡染的模式 咬不起 对 用蜡染来写 就是用蜡染来做防染 但他们自己其实每一次都会有自己的作品 对不对 像这个 我手上这两本本子 就是小孩子们 六年级的吗 对 六年级他们自己做书衣 对 他们自己做书衣 然后这个都是就是 像我们毕业的话 比如都会请同学签名 嗯 其实他这个就是有这个作用 让同学就是做这本书衣 让同学去签 然后留下一些彼此祝福的预言 好有特色哦 对 不过这个学校好像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个 蜡染的工艺带进这个学校成为一种特色 是 因为协会刚开始在做蜡染的推动的时候 刚好中原国小也刚好在清建 那时候就刚好那一个里的里长李先生 李里长他跟校长说我们协会在做这个部分 那校长就说好他来看一下 那后来回去他就校长说好学校就来做这个蜡染 就开始推动有关蜡染这个部分 像这些都是学生作品吗 对这些都是学生作品 像这个就是老师说 这个是用水管 然后把布卷起来 然后再把布往中间挤 然后把它固定住 那去染色 它就呈现那个鱼鳞纹 这个就是像鱼鳞纹 鱼身上的一片的感觉 对 不过他们除了有自己的作品 你们其实还帮你办了这种像走秀的活动 对 因为我们是后来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吗 对啊 他们自己弄的 那我们都会去协助 我们去协助他们染色这个部分 那衣服的设计都同学自己设计 他们要做什么样的图案 好那我们都去跟他同学指导 你要怎么做 你才能呈现你要的效果 那协会是每一年都会协助中原国小 六年级毕业生的毕业秀 好厉害喔 所以现在蓝染的毕业典礼 就中原国小他们每一年都办 所以那整个的他们学校还有再加上一些表演的话 整个学校的毕业典礼每一年都非常的那种热弱 你为了蓝染这件事情 其实不断的也有在学习当中 对 我是只要 我没有说也是一个多 因为我比较有时间啦 只要能上课我就尽量去上课 其实如果能够在三峡办一些课程的话 其实会里面的人都会参加 那因为我比较独立 那有时候我会跑到工艺研究所去 只要工艺所那边有新的课程 或者有聘请一些日本老师过来 我都会过去再学习一些新的技法 所以一路走来啊 你觉得你希望把蓝染这样的一个工艺 推广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其实我们现在协会上 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真的是不要再消失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协会有一点愿望是说 我们很希望三峡有一间蓝染管 来到三峡真的可以看到所有蓝染的东西 那也在里面都有一支那种有展览 那就变成说有一些新的技法或什么 都可以呈现出来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现在 当然它是比较小品 感觉比较小品的一些作品 但其实蓝染它的技术 已经可以呈现一种大型的 像艺术品那样的呈现 所以它当然大有可为 而且真的是一个消失已久的记忆 如果说它可以再回来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里面真的找到乐趣 而且也找到文化的传承 今天非常谢谢美名节目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大家不妨有空的话 我们也去三峡走一趟 亲自来感受蓝染的魅力 非常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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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